过年回老家,我和还住在一起的前妻撕破脸,我凭什么掏这个钱? 婚姻本是一件你情我愿的事情,如果两个人过不下去,那就离婚,不过离婚就和分手一样,最近会有乱撕连,两个人最好再也不要见面,删除所有联系方式,可能有点小孩子脾气,但这样也是为了避免二次伤害。 但也有的夫妻即使离婚后还住在一起,也就是离婚不离家,有的人还存着绞进心里,觉得是不是还有复合的可能,有的是想瞒着父母孩子一直在演戏,在他们面前装出一副恩爱的模样。 照我说,成年人做事就应该果断一点,总有人担心伤害这个,又忧虑影响那个,到头来只会让自己更痛苦,也很难再有一个新的开始。 过年回家见念父母是最开心的事情,不过对于李泽来说却很烦,他和妻子余敏早就已经离婚了,但是当时余敏和他说,能不能离婚后还住一起,自己还没想好怎么和父母说,也不知道怎么让孩子接受,看到他都这样请求了,李泽也就答应了。 其实李泽也觉得这样比较好,他对前妻还有感情,想着两个人的婚姻说不定还有转机,另一方面孩子还小,要给他一个家,而且余敏也能照顾孩子, 不至于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。 前段时间快过年了,余敏提出今年还是回老家过年,李泽想了想,觉得这样确实比较合适,毕竟以前每年都要回家,今年突然不回去,双方父母肯定会怀疑,所以就同意了。 大家可能会问,两个人看来也没啥大问题呀,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呢? 这要说起余敏的一次同学聚会,就因为那次聚会,余敏又和初恋联系上了,而且多次瞒着李泽和初恋单独见面。 李泽知道后当然接受不了,直接提出了离婚。 真等两个人领了离婚证,李泽又开始发愁了,这以后该怎么办? 他希望能和前妻复合,如果不分家,说不定有一天两个人会和好如初。 可是两人明明已经离婚了,在父母孩子面前还要演出幸福的感觉,实在是难受。 以前他俩过年时就会因为各种事情吵架,余敏总嫌弃李泽不能一碗水端平,这次两个人又因为这个有了矛盾。 李泽像老长一样给双方父母准备了一样的礼品和红包,可余敏不乐意了,说你看看人家其他人的老公给岳父母多少钱。 李泽很生气,直接说,我们已经离婚了,我根本没有义务再给你花钱了。 其实两个人的婚姻早就有了裂缝,初恋这个事只是一个导火索。 说啊,回到余敏娘家,她爸妈又开始数落李泽,说你可要好好对我家姑娘,你要是做出什么对不起她的事,我们可饶不了你。 以前李泽还觉得这是父母关心孩子,现在离婚了,她只觉得这些话很讽刺。 看余敏不说话,李泽说,这日子要想过得好,光我一个人不行,还得靠你女儿。 这时余敏母亲不开心了,我女儿一直对你挺好的,你别得寸进尺。 李泽没再说话,想着忍忍就好了,可到了晚上,她又看见余敏初恋给她发的暧昧短信,她实在是受不了了,直接把手机扔了。 因为父母赶忙过来,李泽也实话实说,然后回家了,李泽终于想清楚,这样离婚不离家实在是荒唐,自己甚至幻想着她回心转意,结果她根本不会改变,还是之前那样虚荣自私。 所以如果真的决定结婚,那就做得彻底一点,直接分开断了所有联系,不要把父母和孩子当作借口,否则最后痛苦的还是自己。